好 情人節沒情人的 有人要來不平衡一下了 現在有網友在網路上 發起搶攻電影院單號座活動 他們呼籲呢 這個單身的網友 就把電影院的單號座給買下來 讓男女朋友們 沒有辦法坐在一起看電影 明天就是情人節了 很多情人們都想到電影院來看電影 不過呢 這樣在網路上呢 卻有網友來發起 就明天的情人節當天呢 要大家去買單號票 讓這些情人們 沒有辦法坐在一起 來欣賞電影 情人節甜甜蜜蜜 一部分網友看不見了 發起搶攻電影院單號座活動 希望集結力量 把所有單號座 通通買下來 讓男女朋友 沒有辦法坐在一起看電影 開心過節 這樣事情還蠻無聊的 對啊 因為 沒有意義啊 我覺得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對 應該還好 他們還蠻有趣 有創意 有創意 網友搞苦手 民眾反應兩集 但就怕影響生意 有錢想買連續單號票 到電影院可能也買不到 一起來買 我們會幫他們安排 就是連在一起的位置 那如果他們有另外要求說 要買連連續單號的這樣子 我們應該沒有辦法接受 他們這樣子要求 因為一般沒有客人 會這樣子做啊 沒到情人節 就是有人不想看到雙雙對對 兩年前還曾經有網友 發起情人去死團遊行 一個情人節 兩樣情 只能說 有辦得開心 沒辦得也要想辦法讓自己 很高興 中文新聞黃金 我是李玉喬 特別報導